大家好,我是徐晓冬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5号 礼拜四下午4点 今天我的私交课没多少 所以今天休息 今天休息也是 中国武林的一大事 刚结束 我呢 等到结束 我说 那么这个事结束了 我开始说 什么事啊 就是最近有一个蓝州大伟哥 蓝州人 而来挑战这个呢 太极攻守到太极之王王战海 这个太极之王是王战海起的 那么这个大伟哥呢 跟大家报告叫年纪 是61岁 王战海呢 是51岁 我徐晓冬41岁 王战海先开始呢 是答应了 请大家看这些视频 这两段视频呢 是大伟哥挑战 跟王战海答应 当然视频 这个不听 事情出来了 你看我 晚上我再跟你聊 这个 我们这个 领导批评我了 连接 连接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公司 就给我 这个想制裁了 就因为这事 就因为炒作 是一场 简单的 这个切磋 交流 你本身就是一个 切磋交流 有什么关系啊 不要再吵了 因为我已经 这个东西 因为我呢 第一 公务道是给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签约的 我又是国家武管中心 对公务道研发的一个 这个规则制定者 我说你不要去炒作 这事我始终也说了 说大家既然想 想交流 是吧 切磋 大家不用炒作 私下里交流一下算了 还给我上第三方平台 不炒蛋了 上第三方平台 结果 我去国际五联 领导说我 说我就知道坏了 那说我 今日连三呢 还在来炒作 说一下这两天发生的事儿啊 这个前前几天我去国际五联开会 这个领导就说 王湛海你最近抖音挺火的 我说我怎么火的 他说你这个 看你今天给别人约战 我说约什么战呢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妙 我就赶快告诉朋友说 你告诉这个拉面的 还有一个小伙子 停止炒作 我们既然是交流 既然是切磋 是吧 没关系 不用去第三方平台 搞得轰轰烈烈 但是不听我的话 那么昨天 近些年 有人进行商业炒作 无底线的放大武术功力 这是在亵渎武魂 这是在犯罪 不负责任 所以要严厉打击这些 玷污中华武术的漂亮小丑 之后 在一些网友的撮贺之下 兰州大伟把目光聚焦到了 太极大师王湛海身上 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武魂 可是这些年呢 有些人进行商业炒作 无底线的放大 所谓的武术功力 什么隔山打牛 什么一掌还没有到的人跟前 七八条大汉就倒地了 你们知道你们这叫什么吗 你们这叫卸毒 卸毒武魂 这是在犯罪 这是在不负责任 所以呢 我们要严厉打击 打击这些电污 我们中华武术的这些 漂亮小丑 这个公手道总教练 王湛海 现在很多这个粉丝 这个广大的这个网友 希望我们两个 上了一台能够切磋交流一下 我也是忍耐了很久很久 这样的呼声现在越来越强烈 不得已我今天正式发作品 挑战你 挑战全国的太极高手 而王湛海也发视频给予了回应 两人有来有往 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 而王湛海在回应兰州大伟的视频中 也曾试图把锅甩给太极雷雷 王湛海对话兰州大伟 江湖挑战要挑战别人的强项 不要练两天三脚猫的功夫 整天挑战这个 挑战那个 你说你六十多了 我要真打你 是不是成了全中国的笑话呀 王湛海那么一个得高望重的人 打你一个臭老头 你要真想打 你挑战的还有谁 刘隋斌 还有雷雷 你先跟雷雷打一下 看雷雷的大摆拳 能不能把你抡晕 先闭嘴吧 不要再说了 这两天我翻一些抖音 有一个吃拉面的 一个拉面的 这个叫什么 男人的拉面的叫大胃 大胃还是大啥 你小老头 这个天天向我发起挑战 哎呦呗 小老头你说你 六十已经古来西的年龄了 向我挑战 你啥想的你 啊 我给你讲讲江湖规矩的挑战啊 挑战一定是挑战别人的强项 别练三脚猫功夫 练两天健身 六十多了的鼓来西来向别人挑战 骨头肌肉都是松的 一脚给你踢骨头踢断怎么办 啊 这个第一 第二 你要挑战啊 挑战别人的强项 你挑战定啊 邓阿平 你非得拉着去打篮球 是不是 你挑战姚明 非得拉着打乒乓球 那不吵蛋吗 你要真的想挑战 你就挑战别人的强项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你就是 我跟你说碰瓷 你六十多了 你碰什么瓷都不想理你 天天还在发那个抖音 爱他我 在这说说我 说要给我打 你给我打什么给我打 这是第二 第三啊 没有说你为老不尊 你把保险买好 你六十多了 你好好在家看老 看看孙子 干嘛的 是不是啊 你不要当别人的炮灰 别人一说你六十多了 你就冲在前面 凡是有点事业 有点成就的人 都不会像你一样 脑子这边被门挤了 现在在这挑战挑 挑什么挑 挑 以后不要挑战了 江湖要挑 挑人家 挑人家 稍微挑人家专项 不要练两天 三脚拨功夫 今天给那个挑战 那个挑战 你说你五十多了 你说我打你 我真的把打你 是不是全中国 全世界都笑话我 王站还一个 一个那么德高望重的人 打你一个臭老头 真是的 我告诉你 你就想打你 挑战你 还有谁啊 刘隋斌吗 还有雷雷 你们先给雷雷打一下 雷这大百拳 可以轮晕不整 先闭嘴吧 要这说了 去找吧 而此时的雷公太极 也恰逢时机的 对于兰州大伟挑战 太极之王王战海的举动 做出了回应 并放出了半年之前 兰州大伟向其挑战的视频 太极雷雷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大谈出场费的问题 把兰州大伟称为贱民 兰州拉面也无缘无故地跟着躺枪 雷雷还引用了一句俗语 穷山恶水出刁民 那大家看看 这是大伟曾经私信发给我的挑战 对吧 那么出场费这个要求呢 他是答应了的 而且并没有说比赛这个时间 然后就搁置停止了 而且在后面的留言里面 在后面的他在我抖音的留言里面 我也说过啊 我们的泰拳规则或者踢拳规则 这些 那现在呢 他又提出让中国所有的川普大师 跟他打拳击规则 其实呢 拳击规则我也可以接受 对吧 但是出场费一分都不可以少 我也不跟你赌 对不对 那现在超过五千块钱的赌权呢 是没法的 呃 你想打 随时欢迎 但是呢 不要在抖音上叫嚣所有的人了 你没这资格 听懂了吗 然后呢 我说那句话呢 是什么呢 是让你不要像一条疯狗一样 随处叫随处咬 请你听得懂人话 好吗 因为任何一个老年人 我们都需要尊重 但是呢 你做这些为老不尊的事 不给年轻人带好榜样 那么这个呢 就值得一时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 你看看能力建文 飞龙力建文 那些老教练 都在想办法怎么教学员 怎么带自己的徒弟 让自己在这一生总结出来的武术经验 发言光大 而你呢 除了叫嚣什么事都不会干 然后呢 流氓无耻 低级下流 然后只会挑战 而这挑战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人你敢真打 哎呀 真的是这个叫什么 穷山恶水出刁民 是吧 慢慢混吧 你记住了拳击规则我也可以跟你打 好吗 那么但是出场费一分也不会少 穷人练不起武 您就别折腾了 太极雷雷此言一出 即使便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满 网友表示 如今的太极雷雷 确实是飘得找不到北了 看来太极雷雷是把太极大师王湛海 人分三 如果您请摆住 内容最终的什么 内容最终的那个 你可以见到 下极雷雷雷有点 如果您可以求 您看到自己的 否则还是您的 快乐 他在这种 嗯 一 是 好 做 蓝州拉 蓝州怎么就穷山恶水了呢 你问问蓝州人民答应吗 中国人民答应吗 一个武林界的笑话 小丑打了几场不入流的比赛 发表了一些雷人的言论 只不过是博大众一笑 娱乐娱乐罢了 还真把自己当郭德纲了吗 对于太极雷雷来说 从曾经夸夸其谈的树高莫用 不打老人到现在的目空一切 或许是由于擂台战败之后 其太极大师 向搏击拳手的身份的转变所致 又或许是所谓的树高莫用 不打老人 压根就和他扯不上任何关系 作为一个习武之人 功夫切磋当属正常之举 谈出场费可以 但太极雷雷所言的穷人 练不起舞 就别折腾了 就让人极为反感 难道穷人就没资格练舞吗 穷人就没有资格挑战别人吗 在这里传舞风云的小编辑 想弱弱地问一句 雷公太极雷老师 您一直以来都很有钱吗 您挑战别人的时候 都付出场费了吗 怕是别人不要出场费 您都不能如约参加吧 雷老师巴西的二番战 什么时候举行呢 你这么名震四海的舞者 想必费用方面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雷老师威武 雷老师霸气 还有 太极雷雷说 兰州大伟为老不尊 到处叫嚣 随处挑战 带坏了武林的风气 好似在网络上叫嚣 打口水仗的事情 雷公太极也没少干吧 至于带坏武术界风气的帽子 也完全不能给兰州大伟一个人扣上吧 曾经雷公太极 在节目中表演的拍西瓜 鸟不飞 以及后来自称的参与流氓斗殴 有哪一件事 为传统武术带来过积极正面的影响 在太极雷雷被十秒KO的那场比武之前 所谓的江湖 武林还只是存在于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之中 近几年来 频频上演的各类比武挑战事件的源起 雷公太极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雷公太极之所以反复的回应兰州大伟 不就是因为 最近兰州大伟由于挑战太极之王王湛海 有了一定的热度 而且对方又是一个其心目中的软柿子吗 当年 十秒KO太极雷雷的格斗教练那么的叫骂 也没见雷雷表现的这么狂妄 既然 太极雷雷已经盯上了兰州大伟 觉得兰州大伟是一个自己刷小怪比赛不错的人选 那就大大方方的约一场 完全没有必要把对方损得一无是处 而把自己想的有多么高贵 可能真如太极雷雷所言 不认识兰州大伟的人很多 不认识太极大师王湛海和雷公太极的人少有 但雷公太极是银河走红 银河出名 想必大家也还没有淡忘吧 就兰州大伟的所作所为和雷公太极相比也只能算是 答应之后 很多人说东哥你评价这事吧 我说这事啊 我先不评价 我先了解 我先了解 我先看 这事我估摸着打不起来 但是不知道打不打完起来 只要这事有了眉目 我徐晓东再说 我不蹭那妈这基本热度 今天为什么说是因为这个比赛打不了了 所以给大家说 那怎么打不了了呢 是因为王湛海说 公首道公司上海的公首公司不让他打 公首道呢是跟北京什么中国武术协会合作的 不让他打 完了又说李连杰给他打电话 又说他们领导给他打电话 不让他打 好 大家看这视频 这视频我都发了啊 都发了 那么 我先说几点 咱们一点点的说 第一点 王湛海先开始是答应打 后来不答应打 后来又不打 答应打是自己想打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 我相信王湛海想打 为什么呀 我41岁徐耀东挑战他 他不打 他说年纪有原因 好 61岁的伟哥比他大10岁 挑战他 他也不打 这个不打是他官方说的 他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想打 为什么呀 61岁了 王湛海觉得还是能打的 那么他说不能打 说是公首道公司 公首道公司谁的入股呢 马云李连杰 这些都有股 那么你们说是马云不让他打吗 不是 马云啊 马云变得很聪明了 马云才不管这事呢 上次原来七年 三年前 2017年 马云还替王湛海站台 我打完雷雷之后 马云还在微博上说 这个太极啊 不能跟现在波及对比 太极有他的特性 这个那个的 我说马云你数月有专攻 你不懂就不懂 就瞎逼一逼 你不有点钱吗 哎对 牛逼 你有钱牛逼 但是武林上的事 你不懂了 你就瞎说 我为什么说 现在马云不说了 很简单 马云一退休 被退休之后 人家立马找菲律宾 帕奎拉 又招相 又打拳击 大家都看这些视频了吧 什么意思 马云就是装打 太极马云说给他妈的有关部门听的 表忠心的 后来被有关部门等离这个圈退退休了 人家马云也说实话了 他这他妈的太极狗屎不能打 这马云也都明白了 所以这一次什么攻守道给王湛海下通牒 不去打 没有马云的事 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 王湛海说李连杰给他打电话了 说帮他打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可信度很高的 这是可能是很真的 我不知道是真假 我认为应该是真的 为什么 李连杰十二海毕业的 我师父 没老爷子 是他们的师父 都明白 一聊 李连杰就是一小姑娘 跟吴京一样 这个视频我发过 没老大亲自说的 不是我胡说八道 说像李连杰 吴京这样的 都性格都是小姑娘 都听话 听教练的话 听家长的话 教练干干嘛 干嘛 都是小姑娘 所以才能有出名啊 才能拍 听话嘛 你们懂的 这是操战的时候 就得听话 所以 李连杰知道 打不赢 打不赢 现在搏击多厉害啊 你别打了 这么着 你知道吧 李连杰真的知道 现在搏击是什么样子 传统武术 都是放屁 都是花架子 大家看 杨兰采访李连杰的视频 你们网上搜 都有 大家都明白了吧 李连杰打完这电话 王战海一听 王战海呢 琢磨 我51岁 他大伟哥61岁 我能打 那么出现第二个问题 王战海 真的能跟 大伟哥打起来 如果王战海 用散打的规则 大伟哥也跟着用散打的规则 就打拳 那么告诉大家 谁能赢 有个对比 王战海51 大伟哥61 王战海100公斤 大伟哥75公斤 在任何条件下 大伟哥的身体 身体 体能 年纪都不如 力量都不如 王战海 我个人认为 如果真打起来 按散打规则 王战海会抱着脑袋 防守伟哥的重拳之后 摔伟哥 各种各样的摔 伟哥只跟拳击的和搏击运动员打过 他没有真正的体会叫什么叫摔跤 所以我联系到了伟哥 我跟伟哥说 我说我不认识您 咱们凭水相逢 但如果你真跟王战海打 如果拳击规则 伟哥您能赢 如果是散打规则 王战海赢 为什么 拳击就怕摔跤 这是真的 就怕摔跤 这是真的 大伟哥说 没事 我这条件有距离 我打他 他得抱我吧 我得勾拳 伟哥 王战海也不是傻子 他的体重在那里 您的重拳对他来说 王战海还是能忍 他就不会打他抱着脑袋 往里钻 摔您 一摔一个准 打拳击的人的重心 都非常的飘 对吧 伟哥 所以 您打战力 搏击 散打规则 打不过王战海 拳击的话 您肯定能赢王战海 这是我说的 我也是跟大家们说 给全国网友说 请大家看 王战海 早期摔跤的视频 也请大家看 伟哥 打拳击的视频 感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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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吧 连他妈马云现在都玩拳击了 大家去看视频 马云都玩拳击了 谁他妈看着战太极啊 大骗子 告诉大家了 那么王战海那些视频 他说不打了 大家看那些视频啊 王战海就说这些视频 首先我觉得王战海有几个是不对的 第一 王战海说自己德高望重 大家看这视频吧 他算德高望重 我徐耀东也不说什么 说这个有个叫兰州拉面的 这个拉面的 这拉面 拉面怎么了 王战海我告诉你 我徐耀东就爱吃拉面 兰州西北人敞亮 活得洒脱 知道吗 不像某些人小心眼 烂屁眼 所以我爱吃兰州拉面 我喜欢兰州人 甘肃啊 那边我都喜欢 西北汉子 说话靠谱 大伟哥说话靠谱 而大伟哥的视频 简简单单 大伟哥就为了切磋 对吗 大伟哥还有音频呢 待会我给大家放 人说了 小东我告诉你 以后我就是想说 五六十岁以上 成功武术 我都抱怨了 我都打 小东你就别打了 又说你打老头了 我跟大伟哥是头几天 加的微信 有人说了 徐耀东你玩阴谋 你操控着大伟哥打 你操控着这个 我徐耀东要不说 我认识大伟哥 你们他妈谁知道啊 你们 我前两天加的大伟哥 我上来跟大伟说 我不希望您打 因为散打的规则 您打不过王战海 大伟哥特别自信 没事 小东遮纳子 我说要不然这么慢 您去找一趟 那个邓永邓哥 邓大哥 就是KO了傻逼 一百多公斤 那张旗 那臭傻逼的 邓永哥 那七十来公斤呢 我说您找他 那脸衰 或防防衰行 我还这么说 后来这个比赛 没打吗 我再不喜欢王战海 但是按散打规则 大伟哥的胜率 也非常低 但是 王战海 既然你德高 望重 首先是德高 你德高 德高 你管人叫大伟也行 干嘛 老子 叫兰州拉面 兰州拉面 怎么了 你瞧不起 对吗 紧接着 烂屁眼的雷雷 大家看见了吗 视频啊 烂屁眼的雷雷 我开始说话了 说的那更不是人呀 说大伟哥是无耻 流氓 这就是北京的傻逼雷雷说的话 你说说怎么 说他妈的穷山恶水出刁民 说他妈兰州是穷山恶水 他妈兰州哪是穷山恶水了 北京城那么多兰州拉面呢 我就爱吃 那面食那边做的旧牛逼 雷雷你知道 屁呀 你牛逼你这边的别吃面 仗着嘴呀 这是雷雷说的 兰州穷山恶水出刁民 说大伟哥刁民 你他妈算个屁呀你 所以雷雷这事没完 雷雷啊 自己找嘛 大家看见了吧 王战海呢 我告诉大家 王战海你有点傻 你他妈的没必要带着雷雷 你说你自己说你德高望重 王战海是你说的吧 好 你他妈看看雷雷什么逼样 全世界中国人都骂雷雷是傻逼 你说你王战海还跟雷雷交朋友 我就问问王战海 你脑袋是不是缺根弦啊 啊 你是不是缺根下 你是不是喜欢全中国人民骂你啊 啊 我他妈闹不懂 你到底是不是太极之王 你到底他妈练不练太极啊 王战海 太极拳被雷雷毁成这样 你他妈还跟雷雷一活 你告诉我 你是他妈毁太极的 你还帮太极呢 王战海你51岁了 你越活越抽抽 你越活越的不对劲 王战海三年前四年前 你可能说大师 好有人信 现在你臭了 你跟雷雷那种人在一起 你臭大街了 谁他妈跟雷雷在一起 谁倒霉 你傻呀 有王战海微信的 或者是朋友 麻烦你们把这个给王战海 第一 我承认王战海是太极大师 这个大师是我尊敬的 第二 我也承认王战海有一定实力 我不骂他 不损他 但是 王战海对雷雷这种态度 把雷雷当成朋友 王战海 你说你他妈的还找死找活 全中国人民骂死你 就是喜欢你也不敢说喜欢你 你他妈跟雷雷交朋友 雷雷是什么样的杂种 草性 你还装 王战海 你帝王战军比你聪明多了 真的王战海你真的傻 另外 有人说什么 什么打假联盟啊 这联盟 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中国有没有打假联盟 我不知道 如果有 跟我徐晓东没关系 我不认识他们啊 有的人我认识 现在我也不认识 都变质了这帮人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王战海跟什么委托什么 打假联盟比赛 这胖子呢 他们都是老乡 都是河南老乡 所以他们互相合作 这没关系 但是王战海 我再说一遍 你再怎么合作 你别骗大家 你别当骗子货者 你别把骗子雷雷当朋友 知道了吗 你给你们太极 留点他妈的鸡去 留点得吧 王战海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又怎么看你 你王战海 你回家去问问你儿子去 问你闺女去 雷雷是不是傻逼 你问问 我爸是王战海 我爸跟一个傻逼交朋友 我爸也是傻逼 这就是你们家孩子说的话 所以能有王战海联系方式的 麻烦你们给他发过去 王战海也算 我还算尊敬 对吗 我因为你 我吃了屎 没关系 我不恨你 那是我孙耀东的错 跟你没关系 所以王战海 你继续你的太极之王 但是 这次 你有两点做错 第一点 你认雷雷为朋友 你就是狗屎 孟战海 第二 你打大尾 你能赢 你不打大尾 你一样是大师 没关系 你不能侮辱人家 你也不能侮辱人家 兰州 也不能侮辱人家 兰州拉面 孟战海 你自己说 你德高望重 你德在哪里 大家想想 我孙耀东说的 对不对 公首到上海 公首到公司 对吗 马云已经躲得远远的了 大家查查 天眼一查 李连杰都知道 传统武术怎么回事 大家也看视频了 杨岚的采访 传统武术 当然不能打了 当然是花拳 袖腿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李连杰说的 所以李连杰为了保住 那么点脸面 别让王战海打 王战海觉得自己能打 知道了吧 但是王战海 得找一借口啊 就找一个什么 公首到公司 找一借口 就说中国武协体育局 不让打 你放屁 你跟土鞋什么关系啊 公首到是他妈公司 又不是他妈的国家机关 你放屁呢你这 你要说你是国家 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也行 那你说体育总局 领导不让打也行 你他妈有领导吗 公首到是不是你们公司吗 你装什么呀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 这次王战海是 丢他妈人 丢到彻底了 而且不是徐晓东害的 是王战海你自己害的 活逼该 报道啊 我最早知道你 最早的咱们就是 你最早打的就是那个 这个谁嘛 雷雷嘛 最早打的是雷雷嘛 然后下来打的是那个田野嘛 我都非常关注 你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打架英雄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 有些人这个传武的这个年龄大了 说你打他 说是什么 欺负老人 那么我就想 好 我61岁了 我来打这些所谓的这个传武大士 我比他们年龄大 我就想 我也就想着 这个他们不敢跟你打的 我说说你年龄 这个比他们占优势 我说那我来打 对吧 大家听见了吧 这就是大伟哥 兰州大伟哥 他呢 有他的抖音 我找找啊 这是他的抖音号 我会截图 我会截图 发给大家 大家抖音关注 说东哥今天不上抖音啊 我没抖音 全中国都他妈疯我 这事没完 东哥早晚牛逼 疯我的早晚傻逼 生疯我的 生了孩子没PR 有PR长脸上 大家看这是大伟哥的 大家可以截个图 我呢会把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抖音呢 发在 发在我的视频上 发在视频上 大家待会可以 加 关注一下这大伟哥 大伟哥 我现在 那会儿 这事发出了很久 得有两个礼拜了 我才发生 是因为 我不认大伟哥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真炒作 假炒作 还是哪个公司 还是哪个抖音公司 包装他 我检查了一个留够 不是 他就纯粹自己喜欢 就把自己喜欢东西 上传到抖音 对吧 合情合理 符合这个时尚 人家没有什么 包装公司 我再说一遍啊 大伟哥的话 我信 大伟说小东 我他们没有包装公司 我就我一个人 我就想跟王战海打 大家听见了吗 那帮黑大伟哥 说大伟哥 有包装公司的 我去你妈的 徐晓东相信大伟哥 没有 知道了吗 西北汉子 兰州人 甘肃人 西北汉子 没有像你们 大骗子那么多 知道了吗 这雷雷雷大骗子 北京雷雷大骗子 你说王战海 你说跟大骗子 在一块 你他妈算个屁啊 大家明白了吧 这是大伟哥 图片我给 希望有抖音的 关注他一下 东哥没抖音 东哥没快手 东哥 全中国什么都没有 东哥只有游玩 对了 而且告诉大家 我还埋着好几个小号呢 疯我 疯不了 他们谁黑我 我发我另外几个号 我全发出来 东哥永远不死 知道吗 今儿是周四 后天武汉念了 您的 这个视频 有可能我到了武汉再发 到了武汉再发 但是这个视频也很重要 就是我把中国武林的这个事给说了 有人说小冬你就说武林事就完了 你别老说其他的 你他妈傻吧 我问你一下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专业是画画对吧 好 你呀不吃饭吗 你呀不喝水吗 水里有毒 他妈肉是他妈的脏肉 你骂不骂 你急不急 你不住房子睡觉吗 住房子过两天塌了 你不骂吗 什么职业无所谓 替老百姓说话 说真话 说他妈人话就对 知道了吗 你什么职业你别管 你他妈什么职业啊 你装修工 装修工你装 你别吃饭 你别喝水 你别买房子 你别娶媳妇 你别坐公交 你别坐飞机 你就带装 你行吗 每个人有自己的事 但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 这个社会 都离开不了这个生活 离开不了政治 离开不了 老百姓要生活好 安心 别在那担心受怕 说几句话就被抓 我说武术呢 我说中国武邪呢 我说武术呢 还中国武邪不让你打 王湛海 你怎么不说他妈的 联合国武邪不让你打呀 公手到公司禁止我 公手到公司 你怎么不说他们联合国 世界大会的武术公司啊 装什么呀 但是 王湛海的心里头还是想打 但是 又看了看大伟的打拳 心里有点虚 因为王湛海就会摔 王湛海说格斗世界 格斗世界 江俊华不是跟王湛海 都是一块的吗 江华江俊华 一块的 为什么呀 公手到谁的平台呀 是江华的 昆仑爵的 大家知道了吧 后来过了几场比赛 没人看 所有人都骂 什么玩意儿啊 江华也丢人 就取笑了 江俊华是江华弟 完了找了一帮 他妈武术流氓 社会分子 传了一个什么武林大会 王湛海就在里头 还德高望重 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她妈是个局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吧 打她妈什么打呀 怂 都她妈怂 瞧不起人家 她妈兰州 瞧不起她妈的人 来着拉面 傻逼你 她妈没吃过是吗 这辈子你别吃 王湛海你被骗了 或者王湛海 你跟骗子交朋友 你她妈叫啥 雷雷什么东西呀 大家看这视频了吗 人分三六九党 你她妈穷山恶水 出刁民 你跟兰州 吃拉面的 你算个屁呀 你说这她妈是人话吗 妈的 这她妈我北京人的耻辱 北京人有你妈的孙子 北京的兰州拉面 管多了去了 我徐晓东就爱吃 怎么了 当然有一天我去兰州 别逼我 她妈的 逼我她妈 这疫情要没事 我年底我就去兰州 兰州有 有朋友吗 想想 兄弟们 兰州有我朋友吗 有的话联系我 我去 我给兰州西北爷们战场去 大伟哥牛逼 爷们 雷雷傻逼 孙子 王湛海二 脑子进水了 今天这视频啊 有点激动 没办法 憋打 另外一个 还没买麦克风呢 所以说上大声 怕大家听不见 武汉剑 祈求 疫情别来 祈求 东哥嘉义兰州站 给他们西北爷们 站脚去 伟哥谢谢你 我跟伟哥 平水消风 人家音频 他也说了 小东 五六十岁的以后 你别打 我打 爷们 中国南德有爷们 西北有爷们 兰州家面 好 白吃 北京家家面更好 毕业万顿 莫莫达 都下 伤志愿者 使用 城市